徐凤年一手牵着小山楂,一手牵着雀儿走远,当了二十来年落破山贼的老梦头百感交集,当年带着老兄弟们见到主仆两人游览清城,瞎子都知道是肥到流油的大肥羊,这就呼啦十来好人冲上去前后劫住,老梦头才说只要钱不伤人,这胆子推小的公子哥便起码跑路了。 若非不幸被支押给打落下马,还真就被他乱窜逃掉,连人带马一起绑着盗了那座当寨子的道观,本意是搜身拿了银子便放人,老梦头做不来那劫才还杀人的损得够当,起料一不小心从这肥羊身上搜了几大料银票和一些古怪书籍,一帮老伙计全部看傻眼了,感情这头肥羊来头了不得挖, 不用徐凤年求饶,老梦头就主动拿了一张百两银票,其余悉数归还,不是老梦头是金银如粪土,只不过青城山上好几股同行都因为结了大富大贵人家,热来了郡县兵房里的百来号披甲汉族,运气不好的给捣乱了老巢,运气好点的也都提心吊胆睡不安稳, 老梦头可不想拉着一帮兄弟去闹市,砍头示众 一来二去,聚在道观里吃了点烤野味,肥羊和草寇两伙人竟然熟络起来 这小子胆子不大,可脸皮真是厚如城墙,死皮赖脸跟着他们一起住了段半旬时约,蹭吃蹭喝上瘾了,每天都说些他是北梁那边大公子哥的天人化,谁信呢? 穿了几千两,就当自己是王侯子弟了 咱老梦头可是见过世面的,后来老梦头就把他一脚踹下山 咱们做的是脑袋玄酷腰带的活计,万一把主仆两个良民给连累了咋办? 小子良心不坏,下山前额外递了一百两,说留着等雀儿长大以后买衣上胭脂 可这三年多生意清淡,又被青阳宫几位小神仙讹诈去大办 再被关系不错的几批接不开锅的同行有借无还了几次,还能剩下个屁 半年前,不得已跟英玄丰那边借了三十两银子,结果就获释临门了 刘卢尾肝子满头汗水跑过来,嘴皮发白打颤道 老梦头,英玄丰那帮混账玩意都没气了,全给那拿大剑的家伙给斩杀干净了 老梦头惊吓地跳起来,恶然道,啥? 老刘瘦得跟芦苇肝子似的,却讨了个是他两人重的媳妇 又生了个越长越俊俏的小闺女,这命真是不好说 老刘抹了抹汗,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轻声道 这名剑客也太霸道了,一剑下去便是好几条人命 惊得住他几下,都死了 就没一个是全尸的,老梦头,咱们里头就你脑子最灵光好用 你给想想,咱们是走运了还是完蛋了 碰上英玄丰那帮人,咱们大不了就是拼命 可徐凤年这小子真人不露像,若是记当年的仇 折腾我们还不跟完一样 老梦头想了想,自己给自己壮胆道 好事吧,徐凤年瞅着不像是杀人如麻的官宦子弟 他对小山楂和雀儿都是真喜欢 这个我们都看得出来,坏不到哪里去 否则哪里还有我们活命的道理 刘芦苇肝子小声问道 这徐凤年到底啥来头 老梦头伸手摸了摸后背 石鹿鹿,摇头道 我哪里知道 刘芦苇肝子惊奇道 咦,那仆人老黄呢 老梦头恍惚道 你见过跑起来不比奔马曼的仆人 当年我不敢多要些银两 是因为这个呀 刘芦苇肝子恍然大悟 一拍本就没挤两肉的大腿 不小心拍中了 倒抽一口冷气 打劫总接口腿脚不利落喜欢缩在最后的孔脖子 今天跑得那是气势如虹 或者说是屁滚尿流 这脖子以前最喜欢跟徐凤年插科打混 吹嘘年轻时候如何比徐凤年英俊潇洒 这会儿面无人色喊道 有衙门的人 粗略瞥了眼 骑马有百来好人 一个个骑马配刀持弩 比起郡里那帮上山围剿的官兵 一个天一个地 老孔投过航武 认得那是大名鼎鼎的北梁刀 北梁刀呢 这一百人别说我们 就是整座青城山都能给踏停了 老孟投和刘鲁尾杆子面面相去 贼老天 只能等死了 索性 小山楂和鹊儿都不在 倒也死得不算憋屈 不料 这一百千马而行的精雄青旗到了西畔 为手中甲持己将军斋下面咒 笑着望向聚在一起的老孟投 这一伙难得心善的毛贼 尽量轻声说道 莫将宁额眉 便徐公子说了 不得打扰老孟先生 只是我军骑兵速来 誓战马如袍则 一路上山 找不到水源 只好鱼龟前来掏扰 老孟先生莫要责怪 老孟投草着一口地道 浓重的雍州腔 一头雾水问道 将军说啥 大几宁额眉拍了拍身边 通体如墨的心爱战马 微笑道 马要喝水 顺道休息片刻 老孟投心中大石滚落 爽快道 将军甭客气 尽管喝 吸水喝光 都没得是 宁额眉轻轻抱拳 回头本能力声道 一炷香 抓紧 一百凤字营 清奇没有发出任何嘈杂声响 只剩下马体喝水喷鼻声 黎阳王朝一直被公认 战马春秋最雄 马正兴盛无匹 朝廷尤其关注 武书上说 马者假兵之本国之大用 其于春秋几国 要么心不在焉 要么如西楚这等大国 实在没有大的牧场 先天输了一阵 北梁号称三十万铁骑 更是对每一匹战马 从初升起便要详细记载在册 有近乎反所苛刻的军法条律 反简洁马料者 与简洁士族口粮同罪 斩立绝 非战时不得轻易乘马游猎 若借人骑程 鞭吃一百 丢弃马邓马鞍者 鞭吃一百 宁额梅率领一百清旗出行 一样要严格遵循最基本的行军条例 十里一些 刷马口鼻 三十里一隐私 在北梁 任何人都是临阵施马者 斩 立战死战而伤马 赏 北梁铁骑甲天下 不是靠文人世子用嘴喊出来的 而是马踏六国加上半座江湖 一个一个铁蹄踩踏出来的 曾在雍州一处叫场打杂 便被自称投军上阵过的孔伯子 畏畏缩缩提了提嗓门 小心问道 这位大将军 你们是北梁人 宁额眉笑道 我可不是什么大将军 不过我们却是北梁军 孔伯子竖起大拇指道 北梁铁骑 没得说 当年我在雍州军舞里 听多了北梁三十万铁骑的丰功伟计 今儿总算是亲眼瞧见了 宁额眉笑了笑 没有说话 孔伯子蹲在一旁细细观看 这一百人北梁骑兵 比起雍州军族 何止雄壮了一点半点 他估摸着三个雍州兵 对付一个北梁的 都玄乎 宁额眉等战马饮水完毕 重新戴上面咒 鹤声道 上马 百鱼轻骑上马动作如出一辙 行云流水 老梦头这帮人看得傻眼 只觉得这帮北梁骑兵 便只是上马动作 便透着股浓重杀气了 若是冲锋起来 谁敢阻挡 刘鲁尾杆子望着北梁 清齐整齐有序 见次离去 嘖嘖道 老梦头 福气了 真被你说中 那徐凤年是父辈为官的小哥儿 指不定还是将门子弟里 老梦头叹气一声 眼神复杂道 将门子弟 说小了 老刘 我们这是雍州 普通的北梁骑兵 能大摇大摆 进入青城山 沿途周骏不早就大打出手了 孔伯子点头道 这话在里 刘鲁尾杆子笑道 还要再大 老梦头 那你干脆说 徐凤年 是那大祝国的儿子好了 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吧 咦 徐凤年 不就跟大祝国北梁王同姓吗 三人互相你瞪我我瞪你 不敢喘气 差点被憋死的老梦头 终于记得吐出一口气 小声道 不像啊 孔伯子点头 不像 刘鲁尾杆子附和道 一点都不像 青阳风陡峭险峻 宛如一柄朝天剑横空出世 所谓望山跑死马 真要走到山顶青阳宫 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说不定的晚上 才能勉强登顶 好在一路风光如画 古墓参天剑身古忧 磨牙时刻 猿猴纵月 并不乏味 要知道许多原先赌信九斗米道的老人 为了能到青阳风顶烧香 看那千灯万灯朝天庭的盛灯奇景 不辞辛苦 进山后能自带干粮 整整步行十约 徐凤年与小山渣同乘一马 雀儿则被鱼又微抱着 小妮子很喜欢白猫舞媚娘 刚好抱在怀中 徐凤年抬头 透过葱玉古墓 看着晚霞云涛 绚烂如汪洋 小山渣双手捧着眼蝉 便舔着脸跟徐凤年借来的袖东刀 笑道 咱们再往上点就是祝贺亭了 离山顶走路 听说还要好几个时辰 起码最多一个时辰 我以前和雀儿 也就只敢走到亭子边上 神仙姑姑们脾气都不好 会骂人 徐凤年问道 山上很多昆道女官 小山渣猛了 啥 徐凤年笑着解释道 就是女道士 小山渣点头 朝边上的雀儿做了个鬼脸 嬉皮笑脸道 很多 都比雀儿好看 不过就是美女带来的姐姐们好看 徐凤年敲了一下少年脑袋 笑着教训道 教你一个 我花了无数银两买来的道理 见到漂亮姑娘 要使劲称赞陈鱼落雁 倾国倾城 不那么漂亮的 也要夸好看极了 真难看的 那好歹也要说 秀气婉约什么的 小山渣一脸为难 师称道 这我可学不来 你看雀儿黑 我就天天说它白得 像一块黑炭 徐凤年哈哈笑道 你这不是找打吗 鱼又微嘴角翘起 摸了摸怀中女孩的小辫子 雀儿跟着偷笑起来 他才不管徐凤年是谁 他只计较他 吹树叶哨子的徐凤年 他说会来看他 还会带他去青阳宫看神仙 天天